巴黎知名地標聖母院 二零一九年慘遭祝榮 經過五年修復 即將獄火重生 預計在十二月七號開放 但現在想要入場 可能要付費 五年前聖母院大夥出目驚心 當初由法國富豪宣布捐款修復 物資高達七億歐元 約行臺幣兩百四十三億 法國文化部長 近日接受專訪時 提議未來 向遊客收取每人五歐元入場費 約行臺幣一百七十三元 每年將帶來二十六億元的 古蹟維修費 但遊客反應不一 奮民眾認為聖母院是教堂 不應該排斥任何人或收取金錢 但也有人支持使用者付費 聖母院方面則強調 基於教會使命是無條件 對所有人免費開放 強調如果應要區分 遊客及信徒 將會讓古蹟失去存在意義 我在前巴黎聖母院 每年至少有一千兩百萬人參訪 大量人潮也加重古蹟維修負擔 但費用是否轉嫁遊客買單 還需要研議觀察 三星文 盧瑞 紅波斗